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5号的VOA卫视 我是宁昕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跟台北记者连线 介绍台北渔船到钓鱼岛海域 宣誓渔权的情况 世界媒体看中国将为您分析 世界媒体对于王立军审判的报道 下面把镜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李一华 请他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新闻 一华 好的 日本和台湾的海岸警卫队船只 星期二在东中国海相互用高压水龙喷射 加剧了海域主权之争的复杂性 主权纠纷已经影响了双方的关系 日本电视台播放了双方争斗的画面 至少8艘台湾巡逻舰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 护送数十艘渔船 日本称那里的岛屿为尖阁列岛 中国称之为钓鱼岛 台湾海岸警卫队说 当时船只所在水域距离日本实际控制的岛屿不到6公里 日本官员说 台湾船只已经离开了有主权争议的水域 日本就台湾船只进入其水域向台湾提出了抗议 这是日本政府本月从私人岛主手中购买钓鱼岛以来 台湾第一次向那里派出船只 台湾也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 此外 中国和日本的副外长星期二 针对双方有争议的岛屿问题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 日本防卫大臣也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面 讨论如何降低目前东亚地区 因为岛屿争议引发的紧张情势 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日本副外长何向周夫星期一抵达北京 就中日两国之间因岛屿争议引发的紧张关系 与中国进行协商 何向周夫星期二上午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面 此前中方取消了原定在本周举行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 中国绝不容许日本采取片面行动 伤害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方绝不会容忍日方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单方面行动 日方必须打消幻想 深刻反省 并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回到两国领导人达神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 近期二在东京也与来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会面 讨论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与东亚地区的紧张情势 森本敏表示 目前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之一 就是如何应对这些从中国和台湾 开往金戈珠岛的众多船只 以及如何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 中国官方电视台 星期一播出两艘中国海监船 在进入中日两国有争议的水域之后 所拍摄到的侦察画面 中国中央电视台 引述中国海洋局的说法表示 海监46号和海监66号 是在中国所属的钓鱼道领海内 开展例行的维权巡航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交接入列 目前中国与日本的主权纠纷越演越烈 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对北京迅速现代化的海军日益担心 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把前苏联建造的瓦良格号航母 改造为辽宁号入列 标志着中国海军在提高 整体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艘长达300米的航母 于1988年从乌克兰购买 在港口城市大连的入列仪式上 交给中国海军 航母的改造也是在大连进行的 中国第一艘航母交接入列之际 正值中国与日本 由于东海岛屿主权的争端 而陷入一场重大的外交危机 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发问题上也存在纠纷 西藏流亡政府 星期一在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 发行了一部纪录片 题为《藏人为什么要自焚》 其中描述了自2009年以来 在西藏的藏人自焚的系列悲剧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西藏内部 发生自焚事件的背景和原因 据西藏流亡政府新闻和外交部副部长 扎西平措说 自2009年以来 共有51名藏人在西藏点火自焚 目的是要求自由和民主 并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其中至少半数巨信已经死亡 另有大批藏人在自焚后 发生的抗议事件中被拘押 扎西平措说这部影片的目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西藏人民的困境 这部30分钟的录像试图让世界关注目前西藏的可怕局面 同时也要让国际社会注意到西藏藏人的悲惨生活需要受到关注 据媒体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先发行了500份英文版的拷贝 不久还将推出藏文和中文版 另据报道 全球400多名流亡藏人星期二 在达仁萨拉出席第二届全球藏人代表大会 讨论如何应对藏人自焚 以及如何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问题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一家美国研究机构说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停止了在一个可以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上的建筑活动 北纬38度线的网站说 这个由于可能最近下大雨导致的拖延 可能会把朝鲜的计划推迟长达两年 由于朝鲜东海卫星发射场的新发射平台 原定于2015年左右完工 但是美国研究机构说 8月29号拍摄的照片还显示 朝鲜正在改建同一个发射场内 一座以前试射导弹时曾经使用过的发射平台 虽然美国的这家研究机构说 看来朝鲜不会马上在那里进行试射导弹 但是朝鲜仍然可以在它西海发射场 发射远程导弹 朝鲜在4月份在西海发射场的导弹试射失败 好的 以上就是BOA视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请您锁定 休息一下 我们不要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今天的VOA连线呢 我们来看一看台湾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进展 台湾75艘渔船 星期二前往钓鱼岛周边海域宣示鱼权 尽管过程当中呢 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阻牢 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宣示鱼权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请VOA卫视驻台北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消息 永泰你好 明星你好 我们知道这次台湾渔船到钓鱼的海域宣示主权的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你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详细的过程 好的 台湾的这些渔船啊 他们是在星期一啊 星期的时候集结的 那么他们是在星期的下午三点啊 从台湾的这个北部啊出发 那么是在今天的大约早晨的时候呢 逐渐的接近这个钓鱼岛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台湾的这个海巡署 那么也派出了不少的这个船舰啊 来加以保护 那么这个船舰大型的这个船舰 可以到达两千顿这样的这个层级啊 可以说是台湾海巡署也是大阵仗的来 保护这些渔船的这个安全 那么根据台湾海巡署今天所召开的记者会是说 这些渔船啊 他们在十海里 五海里乃至于在三海里的时候 不断的这个接近这个钓鱼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日方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 那么也出动了很多的这个船舰跟舰艇啊 来加以干扰 来加以这个阻拦啊 那么过程当中呢 包括了用这个探照灯啊 用这个广播 用这个水柱啊 等等来来这个阻挠 但是台湾的渔船最终呢 还是这个接近了大约 钓鱼岛的这个岸边三海里的地方 那么台湾的这个海巡署的船舰呢 甚至也接近到了2.1海里的地方 可以说是 基本上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宣誓渔权 或者是主权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台湾的渔船在达成目标之后呢 也就这个返回了这个台湾啊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啊 那么台湾的渔船在出发之前呢 他们本来说是要去这个绕岛一周啊 可是因为这个海巡署后来说 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天气非常不好 海巷呢很糟糕 所以他们临时呢 就取消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 宣誓渔权或主权呢 算是成功的达成了目标 明星 好的永泰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啊 最近在接待这个美国访客的时候呢 同时也提到这个钓鱼岛问题 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除了美国客人之外啊 马英九在最近啊 接近了这个接近外宾的时候啊 都谈到了钓鱼岛的争议啊 那么像是他告诉了英国客人 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渔民 要去这个钓鱼岛 这个宣誓主权或渔权啊 因为他说这个长久以来啊 钓鱼岛的这个周边海域都是台湾渔民捕鱼的地方 但是呢近年来呢却不断的被这个日本的海上保安厅骚扰还有干扰 因此台湾渔民非常的愤怒 那么在今天呢他接见美国访客的时候 他是强调了啊 就是台湾政府呢是绝对的这个会以和平的方式啊 来解决这个钓鱼岛的争议 他也希望呢就相关的各方 指的当然就是中国还有日本呢 也能够以这个和平方式来解决钓鱼岛的争端啊 比较特别的是他特别跟告诉美国客人 就是说他希望美国政府啊 在这个钓鱼岛的争议上面呢能够保持中立啊 他认为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钓鱼岛的这个啊 这些这些纷争啊 那么在最近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来 包括了这个啊 今天的这个渔民出去护鱼啊 台湾总统府也特别强调 就是马英九呢对于这个整个过程啊 他都非常的这个清楚 辽若执掌也这个掌控的非常的这个清楚 那么基本上这个总统府呢是非常支持 也很赞成台湾渔民的出海保调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你们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就是台湾的民间和朝野 就是如何看待这次渔民保调的这个活动好吗 好的在这个上个礼拜天啊 我特别去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啊 就是由一些这个民间所发起的这个保调游行 那么这个保调游行呢他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国附纪念馆出发啊 一直到这个日本交流协会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来表达这个抗议 那么这个游行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 就是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这个比较支持统一的人士啊 包括新党啊清明党啊等等的啊 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啊 嫁来台湾的一些大陆的这个配偶啊 所以呃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那么当然有关于这个呃今天的这个渔民保调的话呢 我也特别在立法院呢呃询问了这个在野党民进党他们怎么看啊 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叶宜金呢 他是告诉我 他觉得台湾政府不应该让这个渔民啊出去冲锋陷阵啊 他认为如果一旦有什么擦枪走火的情况 他觉得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这个马政府呢 是有一些批评的 那么这个叶宜金委员他认为说 台湾的这个现在处理钓鱼岛的问题 应该要透过这个外交途径啊 跟日本来好好的谈 那么当然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也可以走上这个国际法庭 那么呃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这个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啊 就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他特别强调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渔民互渔的这个情况啊 千万不能让这个外界啊 以为好像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在一起联手互渔的 他觉得这个 如果造成这样的印象呢 是非常对台湾不利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碰到了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丁守忠 我就问他 我说到底这个钓鱼岛问题 可不可以交由国际法庭来仲裁处理呢 那么丁守忠他的回答是说 呃 中国大陆曾经对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 日本置之不理 他说更加关于台湾呢 他说台湾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 他觉得日本答应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那么丁守忠还认为说 呃 渔民出海这个来这个 保调了啊 宣示主权 他觉得是很正确的事情 他甚至说这个接下来啊 台湾的立法委员呢 也会组一个团啊 到这个钓鱼岛周边来宣示主权 那么他的重点是说 包括了台湾政府 包括民间 包括渔民 包括立法委员 那么都应该呢 到钓鱼岛去宣示主权 来彰显台湾这个拥有 钓鱼岛的这个主权的事实 您心 好的 谢谢VOA卫视驻台北的记者 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 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呢 我们的世界媒体 看中国栏目的主持人 齐之锋 将为您介绍 世界媒体对于 王立军审判的报道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 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这个网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 两个人都在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 参加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 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 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这次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讲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又到了我们的世界媒体 看中国时间 我们请到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齐之锋 请他来介绍世界媒体 对于王立军审判的报道 齐之锋你好 您请你好 好 我们知道 中国自己的媒体 也对王立军的审判 进行了这个报道 那么中外媒体 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上 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这种区别 可以说是非常大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因为在这个外国媒体 因为在这个外国媒体 世界媒体来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总是强调王立军案件 跟薄熙来案件的关联 再说到王立军跟薄熙来 这个案件的关联 就会再提到十八大 这个由王立军牵涉到薄熙来 薄熙来牵涉到中共十八大 权力的交接 权力的这个 这个什么交易 这个谁上谁下 像这个王立军跟薄熙来 跟十八大的关联 是中国的媒体不报道的 但是这个外国媒体 报道了很多 当然一方面可以说 哎呦我这外国媒体 世界媒体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可以说 中国媒体不报道新闻 对 中国是把它作为一个 孤立的刑事案件来报道 但是外国媒体报道 它要给一个大背景 大视角 从这个政治 中国政治斗争的这个角度 好 我想我们在这边呢 一般都是能够接受到英文媒体 但是很多 我知道你是懂法文的 那么法文媒体 有哪些报道 经常他们有一些 比较精彩的看法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非常有意思 你刚才用那个精彩这个词 实际上现在在报道 中国新闻的时候 可以说最精彩的词 最精彩的报道 最精彩的评论 是来自中国网民 所以在这个外国媒体方面 在如今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 也大量引用中国 这个网民的观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 法国一个主要报纸 叫费加罗报 他那个报道 他这个报道 基本上是走中国网民的这种看法 他法国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 这个德拉格朗日 他这么说 他说 这位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 决定不提出上诉 这也很有道理 对这个被判定犯有 叛逃 滥用职权 贪污受贿和寻死亡法 等多种罪行的人来说 这种刑罚已经算够轻的了 中国许多网民近几个月来 一直关注这一案件 其中一位表示 给他判刑15年 是他赚的 对 这是中国网民的普遍的看法 对 这个法国主要报纸 这个费加罗报的记者 德拉格朗日 他那个报道里边 还有一个中国网民 也是普遍的 这个说法 看法 评论 就是把现在的王立军 跟过去的王立军 进行对比 当然 这个中国 这个网民说话很有意思 那同样的话 那让外国人说起来 那个味道 也是很有意思 他这么说 他说 这个王立军 是在辽宁工作的时候 遇到薄熙来的 到了重庆 他成了薄熙来的打手杀手 是薄熙来打黑运动的执行者 打黑名义上 是以健康的力量 讨伐和压倒 在重庆猖獗的黑帮 但动有的手段 却是无所不用其极 肆意无视法律和道德 你看 这种评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这是中国网民的评论 对 好 那么再提提这个日本的媒体 因为我们知道 你对日本也是 也是非常的了解 那么你跟我们介绍 日本媒体又是怎么报道的 当然日本媒体 报道了很多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 日本主要的是 工程新闻报纸 产经新闻的这个报道 我们来看他这个报道 这个标题 这个产经新闻 他走这个新闻报道的路子 显然是走这个标题党 他这个标题 恨不得一下子 就把整个这个故事就说完 他这个标题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薄熙来最终处分 进入最后赌秒 这个赌秒是这个 下围棋决赛的时候 这个判定胜负 来来来 限时间 一个钟表放在这 谁到了那个秒 不走的话就算你输了 最后赌秒 那前重庆市副市长 王立军被判刑15年 中共领导层 意图是早早稀释宁人 他这个报道里边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一个是 这个王立军虽然被认为 是有很多的重罪 但是却被轻判15年 这位日本记者认为 这可能是中共党内 中共做出决定 是顾忌在党内 还有支持薄熙来的声音 他要顾忌这种声音 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他就说 对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处理问题 他说 中共领导层看来 即将对薄熙来最终受到 什么党内处分 做出决定 在对王立军的审判中 尽管薄熙来跟谷开来 他的妻子谷开来 杀人案的牵连被暗示出来 但是中国当局 始终没有提出薄熙来的名字 人们从薄熙来得到的 处分的轻重 可以窥见中共党内 决利的情况 决利是拔河 看看谁上谁下 谁有利谁 对 当然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其实这些报道也都提到 就是说王立军案 不可能孤立于这个薄熙来案 那么大家最关注 就是说现在谷开来也处理了 王立军也处理了 那么对于薄熙来的下一步处理 从这些案子以前的判决 能不能看出一些风向 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 就是说世界媒体 对于薄熙来后面的命运 有哪些分析或者预测 跟我们说一下 对那是非常有意思 那中国当局 这个东西要跟中国当局的 那个报道相比 中国当局在报道 谷开来 还是王立军的时候 都避免提到薄熙来 但是世界媒体都普遍提到 而且这一次在 王立军被判刑的时候 那世界媒体几乎是重口一词 认为是薄熙来恐怕是再接难逃 那在这方面 我们还可以看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他那个网站 这篇报道是比较典型 他那个标题就非常有意思 也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他的标题是 在将重庆前公安局局长判刑15年之后 中国当局正在逼近薄熙来 他那个报道援引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贺伟芳的话说 就是判刑 给这个王立军判刑之后 那中国的法网正在对这个薄熙来收紧 对 但是他这里边那个报道 还有另一方面 这当然是中国新闻媒体 绝对不能报道的 他这么说 他是截至目前薄熙来 只是被指控违犯党纪 而为他辩护的人指责他的敌手 薄熙来的敌手 利用控告股堪来 来试图打倒他 自薄熙来今年三月倒台以来 他一直没有机会公开为自己辩护 这是西方人 他的强调法律 强调公平性 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你当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搞了很多人 用了很多非法的手段 不公平的手段 把人整得死去活来 如今他现在也受到了这种待遇 那外国媒体替他喊原教区 这就是非常有意思 对 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海外的媒体 这些很多的分析 实际上中国的网民 有很多猜测或者评论 那么就说 有时候你能看到 中国网民和海外媒体 它之间有一个相互的互动 或者是一个相关的共同点 那么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中国网民和海外媒体的报道 又有哪些不同点 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当然所谓的这个 可以说有相同 有不同 所谓相同就是 这个中国网民和海外媒体 它共同关注的那个焦点 是一样的 由薄熙来 谷开来 汪立军的案件 显示中国整个的政治制度 是不是有大毛病 这种这个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具体议论方面 因为中国的特殊的国情 就是外国媒体 它是什么都可以报道 大家关心什么事 它都可以报道 但是中国的网民 它仍然是受中国的制度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这个互联网上 比如说在这个微博上 这个言论其实相当自由 但是自由是表面的 实际上网民的言论是受严格限制的 比如说十八大 它不能提 所以网民只好用四八大 什么之类的来提 然后这个薄熙来的名字 也是不能出现的 所以这两样是中国媒体和中国 世界媒体和中国网民 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还 我知道你在分析里面还提到 就是说对于古王博案 世界媒体和中国网民 也有一些认知上的共通点 那么他们这些共通点又在哪里 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对这个中国整个政治制度 由这个薄熙来案 或者是古开来案 还有这个王立军案 所暴露出来的 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 这个缺陷 也可以说是致命性的缺陷 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很多 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读一读网民的观点 你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我想 举一两个例子 你可以说一个 比如说 现在中国网民间传了一个笑话 说一个牢房里灌了三个人 彼此间问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人说 哎呦我是反对王立军的 第二个人说 我是支持王立军的 第三个人说 我就是王立军 这个笑话 这是不同的版本 可以随便换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这种笑话 也在苏联也传过 这个笑话在中国 仍然是一个笑话 这就说明了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仍然是一个笑话 仍然是一个问题 对 在这方面 中外媒体网民是一样的 不要说中外媒体 中国网民跟世界媒体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你这个栏目 就是世界媒体在中国 在中文网站上 美国跟中卫网上连载登出 那么每次呢 你都能收到相当多的 这个网民的评论 那就是在王立军案 古开来案等等的 这个评论方面 很多网民都就是觉得 中国政府在隐瞒什么 那么他们主要是抱怨 中国政府隐瞒了什么东西 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被隐瞒 这个你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在这方面 就是在我们网站留言的 这些人 或者是中国的 整个的这个网民 观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古开来案 由王立军 牵涉出一系列的 什么古开来 薄熙来案里边 就中国当局拼命隐瞒的 大家或者是 或者是感到最好奇的 或者是最不满的 主要两点 一个是 这个古开来案 是因为杀人 导致了出来 后来一系列的故事 但是杀人案 是因为这个钱财 是因为经济原因 是因为钱财的原因 这里边 那是案件的开头 是经济原因 这个经济到底 是什么经济原因 对 那中国 它只是暴露出了 冰山的一角 就是说 哦 经济纠纷 经济纷 而且这个纠纷里边 有这个薄瓜瓜 他这个薄熙来跟古克莱 那个乳兽胃肝 那个小毛孩子 20岁出头的 动辄许愿给人家20万 2000万美元 2000万美元 这人们就好奇了 好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 那第二个疑点 那第一个疑点 其实可以再说 第一个疑点 就是说 假如是这2000万 他这小孩子 都可以有2000万 他的父母 有多少万 假如是一个 他们这个钱 来的是合法的 那你应当告诉大家 大家也有个机会 都发财 共同致富 假如是非法的话 那你应当就有问题 第二个 那就是 这个关于这个案件 就是重庆的黑暗 到底是重庆的特例 还是中国 整个司法制度的 一个普遍现象 对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得不把你打断了 齐之锋 好 感谢世界媒体 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之锋的介绍 如果您对 齐之锋的世界媒体 看中国栏目的详细内容 感兴趣呢 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那里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 好 观众朋友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我们来看一些轻松的消息 美国城市波特兰 地处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 周围的河流 湖泊众多 气候呢 比较潮湿 阴雨天的时候 谁都想喝点热腾腾的饮料 这些年来 那里爱喝茶的人越来越多 在接下来的 我美国人栏目呢 我们就为您介绍一位 波特兰的爱茶人 在客人到达前半个小时 保罗·罗森伯格已经进入状态 他烧香 拜佛 拜不止一个佛 然后打坐镜丝 他这是在为家里的步道 做准备 不 他等着客人来喝茶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茶 产自1960和70年代 生普尔是一种成熟的老茶 应该算是熟茶 保罗家里的好茶 显然不止一两种 茶具的花样也很多 欢迎大家来 谢谢你们 今天让我们共同经历一次 茶之旅 四位客人都来自波特兰本地 今天下午的活动 可能持续三个小时 我们总共要喝五六升水 平均每人超过一升 涉及到的茶叶有六到八种 保罗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著名的饮茶爱好者 人称茶鬼 Tea drunk 波特兰的水非常圆润 有活力 很适合泡茶 波特兰地处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 周围河流湖泊众多 气候比较潮湿 因雨天的时候 谁都想喝点热腾腾的饮料 咖啡在波特兰一直深受欢迎 最近这些年来 爱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 波特兰大概是美国茶最多的地方 台湾来的唐一帆 在波特兰的中国花园内 经营茶馆已经十年 这里是全城众多饮茶场所中 规模最大的一家 波特兰跟苏州是友好城市 这座明朝风格的花园 由苏州派来的工匠成建 波特兰大概是比较开放 然后对东方的文化 非常好奇和欣赏 茶文化好像也是其中的之一 中国花园和茶馆早已经声名远播 每天来品茶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喝的是强火乌龙茶 这里的茶品种繁多 一般的茶叶店根本没有这儿多 茶馆里共有50多个品种 供顾客选用 现场演奏的中国音乐 则让茶馆里的文化气氛 显得更加默悦 因为他进来这个花园 很快就受中国文化感染 再有一些游和的中国音乐在旁边 他们会觉得非常 大部分我们觉得美国人 很享受这个环境 这样的地方当然是学习茶文化的课堂 劳拉在这里工作了差不多两年 任何种类的茶都可以泡成功夫茶 但主要还是乌龙最好 因为乌龙的味道 它的那种芬芳和可以冲泡的次数 都很合适 他在没有饮茶传统的蒙大拿州长大 原本习惯喝咖啡 我们用同样的热水加热茶壶 现在这是第一道茶 你可以反复冲好几遍 他现在每天只喝一杯咖啡 而一天到底喝多少杯茶 已经很难统计 好茶 又香又甜 真是很棒 保罗当初也是在中国茶馆 学到了关于品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四年 这个漂亮的地方 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厌倦 他仍然常常回到这里品茶 与新老朋友交换心得 实际上他对波特兰其他知名的品茶地点 各个都很感兴趣 饮茶专区里销售中国和日本的茶具 我们这里有中国来的一星茶壶 偶尔还能听到中国的琵琶音乐 因为老板简妮和丈夫格兰特别喜欢 但现场乐队演奏的都还是美国音乐 在美国茶叶市场一年按照20%的速度增长 虽然说总量还不大 但成长很快 特色茶尤其如此 我们这家店就算一家特色茶店 饮茶专区供应各种优质茶 这些都很有特色 不过他们最大的特色 还是以茶为基础配置的鸡尾酒 我们用泰国辣椒和橙子 调酒师康纳是茶叶鸡尾酒的首创者 他正在准备的一款叫泰国凤凰 我们用本地酿造的生姜福特加 泰国辣椒 马带茶 还有柠檬汁 这样一来 你喝酒的时候 还能同时吸收茶叶里 特别有益健康的抗氧化剂 这个就是泰国凤凰 里头有红辣椒 非常的辣 非常棒 波特兰另一家有名的茶庄 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子 这个是中国来的毛风水茶 非常迷人的绿茶 这种绿茶需要浸泡三分钟后 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计时器此时能够发挥作用 保罗喝的茶是史密斯品牌系列 带泡茶的一种 这个品牌的拥有者 史蒂夫·史密斯 是波特兰有名的制茶人 我们这里的环境适合做茶 非常柔和 亲切 气氛确实 再合适不过 史密斯专攻高端用户市场 这是上好的白茶叫白牡丹 从中国的浙江来 我们从世界各地买茶 印度 斯里兰卡 中国 日本 我们还要买各种草药和香料 从埃及 从智利 墨西哥 泰国这些国家 史密斯的工作 是选用不同的饮料 配置出不同品种 不同口味的茶 他亲手加工 亲口品尝 尝起来有蜂蜜的特征 这道茶口味清淡又丰富 里面包括玫瑰花瓣 所以带一点点树莓的辣味 特别适合餐后饮用 目前 史密斯已经调配出 三大类 几十个品种的袋装茶 我觉得美国消费者 一般将茶看作大陆货 我们希望改变这个看法 茶叶是一种值得人们尊重的饮料 就跟其他高档货一样 波特兰尊重茶叶的人已经很多 保罗可能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 我的茶室总有鲜花 我认为有些来自大自然的美好的东西很重要 近几年来 他定期在家里开办的茶之旅聚会 成为波特兰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次我都会不停地让大家喝茶 知道他们不能再喝为止 不仅要会喝 还要会闻 闻起来像森林覆盖的地表 品茶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结识了出色的艺术家 音乐家 学者 律师 家庭主妇 行为艺术家加里怀斯曼也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就是通过茶认识的 几千年来茶叶将人们联系到一起 近几年来 加里不定期组织行为艺术活动 探讨年轻人在波特兰的生存状态 他的创作定名为茶项目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方式 让人们聚集到一起 让大家更多的相互关注 更多的交谈 而不是总定着电视或者电脑屏幕 这次聚会在一家购物中心内 空闲的店铺举办 大家只穿黑白两色 今天的主题就是黑与白 因为茶项目讨论的就是如何平衡那些极端的事情 现场音箱中传出的背景音乐是大提琴 那种低沉和悲情很容易在房间中弥漫开来 温暖饱满的乌龙茶正好让人获得平衡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采访报道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那么我们知道今年许多粮食生产大国都遭遇了干旱 使人们对粮食安全产生了顾虑 在今天的看天下栏目里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粮食问题 首先看看美国之音从英国发来的报道 美国是一个创新国度 充满了创造的能量 从发明灯泡到发明汽车 再到电脑技术甚至登陆月球 我们看重叛逆精神 不怕犯错 不怕失败 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 就是一个大胆的反叛者以及创造者 这是华盛顿总统庄园 他从1754年开始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去看看吧 今天我很幸运 我坐在华盛顿总统原来的家 看看他最喜欢的风景 他最喜欢的河 波段莫克河 今天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来到了这位美国开国总统的故居 蒙特夫农庄园 来介绍美国的创造精神 赵小兰是布什总统的前任劳工部长 他八岁来到美国 从一个不懂英语的小姑娘 成为美国第一位进入总统内阁的压抑女性 纪录片 《The Promise of America, the Story of Elaine Chao》 讲述了她非凡的人生 为什么人们要到美国来 这里是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这里的人们你都不熟悉 为何你要来到这里 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很开放 能包容 充满机遇 我也希望未来这样的优良传统可以继续 赵小兰欣赏美国人独特的工作氛围 人们可以不断地尝试 找到他们擅长的工作 在美国平均年龄在40岁的美国人们 都至少干过10样不同的工作 这很常见 而且在其他很多国家 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张小兰也知道 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机遇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人们由自由去尝试去试验 在这个国度 能够失败的很重要 假如你失败了 就能学到新的东西 下次会做得更好 这是创造的过程 失败再尝试 再失败再尝试 比尔盖茨的母亲当时很担心她 1992年的时候 她很担心盖茨会从哈佛辍学 而且她总是自己一个人 待在屋子里 她担心儿子会辍学 不会有任何成就 但是这个国家实在太有创造性了 容许人们不停地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突然 美国这是个充满第二次机会的国度 假如你犯了错误 那就重新开始 我相信美国的优势在于 它的自由和无限的机遇 任何人 我是说任何有梦想的人 只要努力都会变得卓越 只要他们相信自己 绝不放弃 好 您刚才看到的是 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 解释美国的创新精神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 全球粮食问题 我们知道今年不少粮食生产大国 都遭遇了干旱 引起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顾虑 在今天的看天下栏目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首先从美国之音 从英国发来的报道 介绍英国的粮食生产问题 英国遭遇100年来 雨水最多的夏季 很多地区粮食欠收 不过夏福克地区小麦 获得了大丰收 而且质量很好 总的来说 虽然有损失 但西欧的农民都还过得去 欧洲这些年 粮食产量波动不大 虽然我们也有损失 但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重 欧盟是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区 中东和北非的粮食主要从欧盟进口 因此 欧盟粮食虽然小幅度减产 但不影响大局 这对进口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玉米生产国 但一个多世纪来最严重的干旱 使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今年的玉米产量将是六年来最低的 在另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俄罗斯 炎热的天气造成小麦减产四分之一 导致粮食价格猛涨 伦敦的世界粮食问题专家哈齐尔说 欧洲的好收成虽然令人安慰 但很难平息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忧虑 欧洲每年生产三亿吨粮食 美国生产四亿吨 全世界每年粮食产量是24亿吨 从整体看 欧洲虽然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区 但欧洲人口也很多 所以出口并不多 在世界粮食市场上 不发挥主要的作用 哈齐尔指出 最近这些年 世界粮食的供求平衡变得非常脆弱 我们生产的粮食全都消费了 过去总会有些剩余 现在没有了 所以一旦发生干旱 就会冲击整个系统 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粮食储备 来缓冲这种冲击 哈齐尔说 从长远看 更多的粮食将来自那些土地 尚未充分利用的国家 但近期 只能靠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 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英国的拉文几个月前 已经卖掉了今年收获的大部分小麦 利润可观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 农民们盼望着好天气和好收成 以便为世界市场多提供一些粮食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 美国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 玉米大幅度减产 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了高粱 高粱在美国的种植面积不大 但是有专家认为 随着气候的变化 这种抗旱的作物可能会越来越受欢迎 请看美国真音记者 从内布拉斯加发来的报道 穿行在茂密的高粱地里 内布拉斯加农民普罗科普说 虽然很多天没有下雨了 但是高粱没受到什么影响 高粱可以等 但玉米不能等 即使现在下雨 玉米也不行了 普罗科普的玉米受灾严重 看看多干了 都汗死了 上面连一碎玉米都没有 玉米减产将导致饲料成本增加 肉奶和蛋的价格 自然也会水涨穿高 而这种年景正是德维科特 大力鼓吹被人们忽视的 庄家高粱的原因 高粱原本就生长在干旱的地方 所以适应这种气候 高粱最早来自炎热干旱的非洲 厚厚的叶片和长长的根系 使得高粱比玉米更能够适应干燥气候 德维科特说 高粱的这个特点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可能是内布拉斯加第一次遭遇真正的干旱 以后这种情况会更多 德维科特说 气候变暖 世界范围的干旱会经常发生 这就使得高粱这种庄家变得更加不可缺少 高粱不但可以作为食物和饲料 而且还能够用来生产乙醇 现在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玉米 用于乙醇生产 但是德维科特说 高粱乙醇比玉米乙醇的质量更好 现在玉米还是比高粱卖得好 不过内布拉斯加农民普罗科普说 如果干旱天气持续下去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青睐这种抗旱作物了 我一个熟人就琢磨着明年是不是多种点高粱 如果明年再旱还是种高粱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亚洲的印尼 印尼人平均每个人每年消费139公斤大米 居世界之首 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 使政府和稻农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印尼贸物市的科学家说 他们或许找到了一种缓冲这种压力的办法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从2011年开始 一名大学教师和三名学生一起 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实验 希望能研制出一种大米替代品 让这种新产品成为众多印尼人的主食选择 科学家们把印尼盛产的高粱玉米 木薯和稀米等作物碾碎 混合再进行蒸煮成型 最后就是他们称之为最先进的人造大米 和方便面一样 这种大米已经半熟 只要加上热水 15分钟之后 米饭就可以上桌了 科学家们希望人造大米 能够缓解印尼稻米生产的压力 我们把它叫做类米或定制米 因为我们可以按照特定需要来生产 例如穷人体内缺少蛋白质 铁和卫生素A 我们就先硬调整人造米的成分 增加这些营养物质 德波市长努尔把人造米引进了市府餐厅 市政府800名工作人员 每个星期有一天试吃人造米 人造米的生产不用水 我相信这种替代米有潜力 能够补充国家的粮食供应 而且这种米保存时间长 含糖量和水分也比较少 吃过人造米的人觉得这种米的口感和味道都不错 营养学家哈里也对人造大米持肯定态度 如果口感和营养价值跟普通大米相似 而且又容易争取 我想这种人造大米会受欢迎 贸物的科学家正在为糖尿病人 研制一种含糖量更低的大米 他们现在把消费人群定位于更加注重健康的中产阶级 好 除了普通食品 世界各地对于有机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但是有机作物比常规耕种的作物产量要低一些 农民如果不用农药粮食产量 能满足世界人口的需求吗 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采访 我们来听一听 从首都华盛顿开车一个半小时 来到马里兰州的这个偏远的地方 比尔梅森正在耕地 他的340英亩地有三分之二采用有机耕作 有些人批评他没有完全采用有机耕作 有些人死缠烂打地坚持有机农业 他们认为只要你是绿色农夫 就不应该用任何常规方式种地 长期以来 人们对怎样喂饱世界各持己见 争论不休 批评常规耕作的人认为 过度使用化肥造成水污染 鱼类死亡 气候变化无常 但是梅森说 有机农作物的产量不是很高 有机玉米的收成大概是常规耕作产量的四分之三 由于产量低 要以有机农业满足世界粮食需求 势必要开垦更多的土地 哥伦比亚大学土壤学家佩德罗·桑切兹说 人们必须开垦更多荒地来种庄稼 这样会造成可怕的负面的生态后果 到本世纪中叶 农户将要满足90亿人的粮食需求 美国农业部研究员米歇尔·卡维杰利说 这将让农业处境艰难 卡维杰利的专业是提高有机农场的生产力 他用的是鸡粪之类的天然肥料 但问题是这些肥料无法提供足够的养分 很多跟桑切兹合作过的非洲农民使用化肥 收成提高了两倍 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 我不喜欢这个解决办法 我希望把化肥跟有机肥结合起来 有机肥跟化肥并用 让梅森的庄稼长势很好 梅森的邻居也注意到了 我认为我们采取的方式 正在对传统耕作产生渗透和影响 因此很多专家说 要为90亿人提供粮食 并不是在有机农作或常规农作之间做出选择 而是要结合这两种方式 好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的最后请您收看在欧洲摩洛哥 举行的全球音乐节论坛的情景 我是宁昕 请代表VOA卫视所有的工作同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精彩的节目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